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这次的快报呢 我想聊一下最新的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个消息 是美国的白宫现在已经透露出 他们准备要对中国的媒体进行打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的三名驻华记者的做法进行报复 包括可能下令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新闻机构缩减在美人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一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一过分举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此举是中方又一次试图控制新闻舆论 以及阻止全球读者和投资者看到关于中国的重要新闻 他没有详细说明正在考虑的任何潜在的应对措施 但是另一位政府官员说高级助手 也就是白宫的特朗普身边的高级助手 正在讨论将部分中国记者驱逐出美国的可能性 我之前讲了党媒姓党 在美国的中国媒体也是姓党的 美国驱逐这些共产党的媒体 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而且是早晚会做的事情 这一次只是找了一个借口 就是中国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从这条新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的舆论战实际上是在愈演愈烈的 美国先是让中国的官媒注册成为外交使团 因为对他们是完全不信任的 不认为他们是真正自由报道的这种新闻机构 然后中国又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现在美国又要有动作驱逐中国的驻美国的记者 新闻工作人员 现在被驱逐的这三位记者已经离开中国了 我看到其中有一位记者还发了在北京机场起飞的时候的拍的视频 说跟这个北京跟中国说拜拜 在我看来当然了就是中美脱钩的一个迹象 也是跟全世界脱钩的一个迹象 跟美国脱钩 跟美国打贸易战 跟美国打这个舆论战和科技战 实际上就跟西方国家 跟资本主义世界打这种舆论战科技战 如果这不是脱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脱钩 如果中国政府不害怕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 不害怕跟美国打科技战跟舆论战的话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从中央这个领导层来角度看的话 中国已经不用惧怕西方了 或者说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技术跟资金了 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了 我们可以跟西方的科技 西方的人才 西方的资金去抗衡了 他一定是做好这种准备 才敢跟西方开战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央领导层知道 中国的实力跟美国差距太大了 而且中国仍然需要西方的资金跟技术 但是他们意识到了 西方的资金和技术 在过去改革开放阶段 是可以帮助共产党来控制这个政权的 但是随着美国的胃口 西方的胃口越来越大 他需要更深入的进入中国市场 要求中国取消这些贸易壁垒 这样的话这个政权就会失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所以他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的话 只有一条选择 就是一刀两断 跟西方切断 因为你改变不了其他人的看法 你改变不了美国人的要求 对吧 你最多就是说 分阶段来给你谈判 但最终目标还是要放弃一部分的权利 这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不能允许西方人在中国又弄出什么像类似于租借这种东西 你到了我的屋檐下就得听我的指挥 你得按照社会主义的制度来进行 你不能完全按照你美国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脱钩 这种脱钩是他被迫脱钩的 如果我们掌握整个大的方向 大的局势和中央领导层 他们的一些立场跟看法的时候 我们再看中美的贸易战 和这次的这种舆论战 就非常顺理成章了 如果下一步 美国真的驱逐了 比如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的 在美国的人员的话 中国是不是还要继续报复呢 你不继续报复的话 你就是说不过去 对吧 你就认怂了 那么这种舆论战的升级 是不可避免 而且是会越来越激烈的 这不像是贸易战 还能有一个缓和 还能签署一个 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虽然最后还是不会遵守 但是至少可以缓和一下 但是你在科技战上面 在舆论战上面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缓和的空间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贸易战 也会继续打下去 这期的公子快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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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了